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LJ 今天我會介紹一下 今天這個影片對迷妹來說非常非常實用 而且由我這個迷妹拍這支影片來跟你們分享 這是名符其實,實至名歸 誰能比我更適合 身為迷妹呢,大家一定都知道一些飯圈專業術語 比如說入坑、脫飯、屏幕飯之類的這些詞 那今天影片裡頭呢,會分享到比較常見的飯圈韓文單字 第一個字呢,我們就是要來看飯圈這個字的韓文怎麼說 pen dom pen呢,它其實就是英文的fan 那這個dom就是dome 它其實是由兩個英文字去組合的 fanaticdom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第二個字呢,當然就是對迷妹來說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迷妹這個字到底要怎麼說 那麼迷妹這個字呢,有兩種說法 第一個叫做 suni 第二個叫做 toku 我們先來看suni 這個字呢,它一開始呢,其實是 bak suni 那這個ba呢,就是 ba jinta 著迷的第一個字 sun這個字在韓文裡頭呢 是一個比較像是菜市場名的感覺 那所以這個suni,它其實是有一點點像是俗氣的代稱 然後接下來簡化成 bak suni 最後再簡化成 suni 其實suni這個字,它一開始是一個比較負面的意思 就是有點像是腦殘粉 但是在近幾年,suni已經比較沒有那個負面的意思了 所以你就可以說 toku 如果你想要表達你是誰的粉絲 你就在suni的前面加上這個人的名字 男生的話呢,就叫做 battori 另外一個字呢,是 toku 這個字呢,它是從日文的otaku 就是御宅主來的 那otaku把它寫成韓文之後是像這樣子 但後來變成otoku 最後又把它縮短變成toku toku這個字呢 中文也可以把它拿來當作 什麼什麼kon 或是什麼什麼狂 所以如果你在toku的前面加上名詞 就變成你是什麼什麼kon 如果說你是cheesekon 你就可以說 如果你是唇膏kon 你就可以說 身為一個迷妹呢 我想大家應該都心有起起言 迷妹的人生就是不斷不斷的在入坑 那麼 入坑這個字要怎麼說呢 它叫做 當你今天入坑的某一個團 你可以說 對迷妹來說呢 一定都有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影片 是你看了這支影片之後 你就掉入坑裡面再也爬不出來的 這個影片就叫做 如果你想要去搜尋跟這個團體相關的入坑影片的話呢 你就可以在 的前面打上這個團體的名字 比如說 然後你去YouTube上搜尋 就會出現大概好幾百萬筆的影片 身為一個迷妹呢 在我們通往歐爸這條道路上面 我們的路從來沒有一天是平的 不管你的交通工具是50的小綿羊還是重機 還是Toyota、法拉利 甚至是2000萬的勞斯萊斯 都一樣 不小心喔!我就跌入坑裡了 那這個不小心跌入坑裡面的這個情況呢 就叫做 它的意思是 就是交通事故 也就是車禍 那是像什麼一樣 所以像車禍一樣的入坑 這個形容真的是非常的貼切 真的是形容到心坎裡啊 當一個迷妹已經掉入坑裡面 再也爬不出來 然後也已經看完這些所謂的入坑影片之後 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當然就是去找你們家我爸的高清照片 這些專門拍 我爸高清神照的大炮戰姐 或是神戰呢 我們把它稱作 或者是 首先 這個字呢 它的意思是 就是拍照的迷妹 HOMA呢 它其實是 HOMEPAGE MASTER 也就是 HOMEPAGE MASTER JIG DONG 跟HOMA的差別在於 JIG DONG呢 它拍出來的照片 就是單純跟大家分享 HOMA的話呢 它有可能會把他們拍的照片 製作成 比如說年曆啊 或是影片之類的東西來販售 當你完成前面以上這兩個步驟之後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爸出專輯要不要買? 要 我爸出MV要不要刷? 要 出周邊要不要買? 要 演唱會要不要去? 要 所以這一切跟偶像追星有關的行為 叫做什麼呢? 叫做 每一個迷妹的性格呢 都會有一點不同 有一些迷妹呢 是比較外放型的 就是毫不吝嗇 在跟大家分享自己 我爸的事情 毫不吝嗇告訴大家 我就是一個迷妹 這種是屬於比較外放型的迷妹 另外一種迷妹呢 是比較內斂型的 也就是在一般人的面前呢 是不會讓大家知道 它是一個迷妹 但是下班 下課回到家 打開家門 家裡面全部都是我爸 手機電腦裡頭 全部都是我爸 這種迷妹呢 把它稱作 它的意思是 一般人 cosplay 一般人 就是一般人 cosplay 就是cosplay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 假裝成一般人 的迷妹 各位 迷妹的最高境界是什麼 當然就是 你有一天可以親眼看見你們家 我爸生人 甚至可以跟我爸聊天 拍照、握手、擁抱之類的 如果當你可以做到這樣子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成功的迷妹 這個字在韓文裡頭叫做 ソンド 也就是 ソンゴンハタ 加上 ド 我們都想要當一個 可是呢 常常都是事與願違 迷妹的人生 要爆RP真的很難 上輩子可能要拯救一百個地球吧 爆RP這種事情呢 因為都是路人在發生 迷妹從來沒有在爆RP的 那麼連迷妹都爆不了RP的這個情況 然後我們就叫做 トッケモト 不是ポッケモノ 這個字的意思是 這個字的意思是 TOKU NUN KERU MOTANDA TOKU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迷妹 KE指的就是RP 那用來搭配KE這個字的動詞呢 是 TATTA TOKU NUN KERU MOTANDA 就是 連迷妹都爆不了RP啊 迷妹的世界呢 只有迷妹才能夠懂 那些不懂迷妹世界的一般人 在迷妹的世界裡頭呢 我們把它稱作 MAUGHER 它的意思就是 麻瓜 哈利波特的世界有霍格華茲 但迷妹的世界裡頭 也是有霍格華茲囉 大家知道霍格華茲裡頭 有四個學院嘛 葛萊芬多 史萊哲林 雷文克勞 跟一個我每次都記不住 他名字到底是什麼的 賀夫帕夫 迷妹的霍格華茲裡頭 也是有這四個學院啦 偶像 演員 solo歌手 跟綜藝 各位你們是哪一個學院的呢 我本人是偶像學院的 對這些麻瓜們來說呢 如果有一天出現了一個 是連麻瓜都覺得 哇天哪這個人好帥 又是好美 我要入坑了 這個人就稱作 摩グーキン 雖然說迷妹通常在入坑之後呢 基本上就是在這個坑裡頭 有不見天日在 爬不出這個坑呢 但是可能還是會有某一些情況呢 迷妹必須要從這個坑裡面出來 比如說你的學業開始很忙 課業開始很忙 你可能就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去關注他們 或是你慢慢就沒有在關注他們 這樣子的狀況就叫做 也就是脫飯的意思 那帕呢其實就是 也就是逃出 你逃出了這個坑 作為一個迷妹呢 我覺得入坑或是脫飯 其實都是個人的選擇 我知道在迷妹的世界裡頭 大家通常會對於脫飯 然後去喜歡新的團 可能會有一些就是 你們知道 情緒化的反應之類的 我覺得這就是個人的選擇 也不需要加入太多太情緒化的東西在裡面 反正我們還在這個坑裡面 這樣就好了嘛 好 那麼以上呢 就是今天跟你們分享的 迷妹一定要知道的幾個 飯圈韓文單字 其實飯圈的韓文單字還有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在今天的影片裡面 我沒有辦法一次都分享給你們 所以這個系列可能之後 還會有第二集第三集之類的 最後呢 我又要來閒聊了 我今天在做這一集的時候呢 我有一個非常深刻的感觸就是 查了很多相關的單字之後呢 如果沒有按照一個系統 或是一個邏輯的順序來排列的話呢 我會覺得很難過 今天在影片裡面 跟你們分享的單字呢 完全是照著迷妹入坑之後呢 可能會產生的順序去排列下來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自己發現就是 如果沒有照這個順序去排列的話呢 我完全沒辦法把它拍成一個影片 這算是強迫症嗎 我也不知道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請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再見囉 然後你就沒有再關注他們了 那這個行為叫做 啊啊 為什麼